我小学童站在台上合唱 原本是校外教学活动 却爆发争议 台北是一间公立实验小学 有家长投诉 班级群组中公告五月份的毕业旅行 要去澎湖十天九夜 独步周组收费两万五千元 走独组收费一万四千元 预计三十号出发 但是行钱都没有收到 行程介绍 就只有群组上简单几个字的讯息 要求家长先汇款 算一算孩子花在校外教学 以及秘履的费用 一年就要五万多 简单讲 十一天就是一万块 有家选独牧州的二十四个孩子 在家长知悉等 且孩子跟老师 评估他的状态是可以的情况下 就会再多加五千块 所以是一万五千块 校长出面澄清 秘履费用是一万五不是两万五 去年十二月校外教学 带学生去台东一地教育 住在农庄里 老师被指控要求学生 早上进教堂合唱 就连园区内小羊死亡 也要学生围绕羊的遗体唱歌 任何的孩子的学习 他一定是在家长同意 知情的情况下 他才会安排跟进行 校长强调一切活动 都是经过同意才进行 只是长跟校方之间的沟通 似乎有落差 后续恐怕得再好好说明 TV的新闻展望 有黄敬芬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